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一再来进入到七年级下学期,Lesson 8的文法。 那这一课单元呢,我们主要是在学这个句型,多少,how much,OK。 那在英文里面,how是如何,much是多,如何多就是多,有到底分量有多多,OK。 那how many也是多少,但是它是用在可数的名词。 好,所以这个句子,它是用legs,腿,这个句子是猪肉,pork,它是不可数名词。 好,所以我们这课的标题是how much pork do we need? 好,一问词完了猪动词,然后主词动词,所以我们需要多少的猪肉。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先生,美国的总统,他说过我这一句话。 how many legs does a dog have? 好,多少条腿,一只狗,这边是主动词,问句一定要有主动词,一只狗可以拥有呢? if you call the tail a leg,如果你把call,call的意思叫做叫,OK。 如果你把一条tail,tail的英文,tail这个英文字是尾巴的意思,如果你把尾巴称呼为一条腿的话,how many legs does a dog have if you call the tail a leg? 好,很多人可能说,嗯,那就是five咯。 No,林肯先生他说for,为什么呢? 他说,calling a tail a leg,你把一条尾巴称呼为腿,doesn't make it a leg,并不会使那个尾巴变成,真的变成一条腿,doesn't make it a leg。 好,所以事实是怎样,就是事实,不是你想怎么解释它,然后你就可以扭曲的,OK,这是我们林肯先生讲过的一句名言。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课文。 好,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how many,how many是用在可数,那我们直接来看例句,厨房里有多少把刀,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疑问词多少把刀写出来。 好,so how many,多少把刀,knives,OK,单数是knife,复数我们变成去把f改成v了。 好,一文词完了,接下来我一定是放一个方框框。 好,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有,有的英文一定是主词是there,而且它搭配一定是b动词。 how many are there,好,因为这边的刀我是用复数。 how many knives are there,好,再来地方是in the kitchen,那你说老师我一定要用r吗,对,在how many的句子里面,因为many本身是很多的意思,所以我们习惯上都是用复数。 how many knives are there in the kitchen,厨房里有多少把刀。 好,第二个,emmy有多少羊娃娃,所以我要先写多少羊娃娃,how many,先写出来了,how many dolls,多少羊娃娃,复数。 好,再来,文句一定是要放一个b动词或主动词。 好,我的主词是emmy,我的动词是have,好,所以我这边很明显的我要用到主动词does,好,你会说老师,这个emmy是三单的,不是应该用到has吗? 那这边为什么不是用has呢?因为这是一个问句,问句后面因为有主动词,他一定要用原型动词,随便how many dolls does you help me have? 好,第三题,你每天吃多少餐的饭,ok,所以这个重点不是那个饭是多少餐,你吃几餐,所以我们先开始写how many,一餐两餐的餐叫做meal,复数加s, how many meals,好,问句,放一个方框框,先写,主词是you,动词是eat,时间是everyday,ok,好,那还是一样,因为eat是一个动词,所以我一定是要主动词,how many meals do you eat? 好,emmy是三单,所以我用does,you是第二人称,我就用do,好,第四题, 他每天喝多少杯的水,这边不是多少水,有多少杯子,所以杯子是可数的,我们来开始看这个疑问词,先写how many,然后杯叫做glass,因为是负数,这个时候是a哦,那句,how many glasses,因为是负数,s结我加es, 好,多少杯的,of,off,off的 myzę 中文就是负,glassers of water,好,我终于把一问词写完了,how many glasses of water就是多少杯水, 好,一问词完了 接下来我也会放一个方框框 注词是he 动词是drink 好,再来每一天是everyday 好,那因为这边drink是动词 所以呢,我要用到注动词 三单是要用does 所以这句问句会变 How many glasses of water does he drink every day?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下面一种句型 How much How much是用在不可数 好,我们来开始看 多少水 How much water? How much water? 好,再来一问词完了 放框框放好 注词是you 动词是need 那因为有动词 所以我要搭配注动词do How much water do you need? 好,第二题 你每天吃多少沙拉 所以先写多少 how much 沙拉本身是不可数名词 how much salad? OK 好,再来放框框放好 注词是you 动词是吃eat 时间是everyday 好,那还是一样 eat是一个动作 所以我的方框框里面要放的是 注动词do 好,how much salad do you eat every day? 你每天吃多少沙拉? 第三句 我必须买多少巧克力? 巧克力也是属于不可数的 因为它的单位量会改变嘛 有一条一包一颗 OK 所以是how much 巧克力是chocolate chocolate chocolate 好,再来放框框 放好 注词是I 必须是have to 买是buy 好,因为 必须买这是一个动词 所以我也是要用注动词来问 所以会变成how much chocolate do I have to buy? 多少巧克力? 我必须买多少巧克力? 好,那第四题要注意咯 好,那如果我变成我必须买多少多少盒巧克力? 盒子这个单字本身是可数的 所以这时候不要用how much了 我要用how many OK how many boxes? 多少盒的 还记得吗? 刚刚有上一个篇章有讲过 多少盒的 叫做of chocolate chocolate 好,再来问句 放框框放好 我是I 必须是have to 买是buy 好,因为是一个动词 所以我要搭配注动词 第一人称用do so how many boxes of chocolate do I have to buy? 我到底必须买多少盒的巧克力呢? 好,那再看下一个单元 我们来看 我们可数和不可数会用到这两个疑问词 some OK,叫做一些 它是用在肯定跟建议 比如说,嘿,来喝一些茶吧 来吃一些饼干吧 就是我建议你做一些事 好,那any叫做任何 任何通常我们会搭配用在否定跟疑问 好,所以一个是肯定,否定,疑问 好,那我们来看 你想不想要一些茶呢? 这是一个问句 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建议 嘿,来点茶好吗? 这时候我们会习惯用some 所以会变成 would you like 想 可以用would跟like合在一起用 那因为would是一个主动词 所以问句的时候我把would放到句的时候 would you like一些some 茶叫做tea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你要不要来一些茶呢? 这是一个建议 好,number two 我不能吃任何的巧克力 好,开始 我不能 I can't can't是一个主动词 吃叫做eat 任何any chocolate chocolate 通常过敏尤其支气管不好的同学 最好少吃chocolate 他会诱发过敏 I can't eat any chocolate 好,再来第三例 家里没有任何米了 好,那这边的没有 我要特别注意 这个没有不能用have 或has 这边的有跟没有 我们要用这个开头的there 好,there is 这个是有 那因为是没有 所以呢,我要加上一个 there is not 任何叫做any 到米米 但是不可数的 名词叫做rise there is not any rice 在家里 at home 好,所以这个有 还是要注意 非常容易忘 there is there are OK,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到此结束 拜拜